星光叛独,美军的天价豆腐渣码头是一场人道主义闹剧 作者徐伟 最喜欢踐踏人权的美国向来将人道主义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还不时会出现匪夷所思的怪现象 5月17日,美国耗资3.2亿美元建造的加沙临时浮动码头员工 但5月25日就因为风浪的吹杂出现损毁 有部分结构脱落飘入海中 为码头提供支撑的四艘美军船隻也被冲进地中海 其中两艘割浅了,导致美军在加沙运送人动物资的行动要暂停 这个码头只需要花费一个星期才能够修复 美军耗费巨资,但起了一座一冲就散的豆腐渣码头 究竟是要令人质疑美国的基建能力,还是要惊叹美国的军功腐败? 事员以色列蓄意阻挠国际救援物资进入加沙 于是边撑以色列,边想当好人的美国政府 就在今年三月份想了一个天才的妙法 就是在加沙附近的海上建造一座浮动的码头 用于向加沙运送物资 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只要直接向以色列施压 迫使开放绿路的口岸,准许人动物资进入就可以了 何必多次一举,动用一千名士兵建造一座既不好看又不好用的浮动码头呢? 而且按照原计划建成码头之后,每天可以运送90卡车的物资 但截止到5月20日,美国一共只运送了大概850吨的物资 还未到原定一天的运载量,但更荒谬的是,由于运作效率低下 码头启用5天之后,这些物资还未送到加沙民众的手上 美国政府浪费了纳税人的3.2亿美元 对全世界上演一场豆腐渣工程兼艺人道主义闹剧 做出做到国家插水是需要多厚的面皮才能做得到 单纯这一点,即令人佩服美国军方和承包商花大钱,扮小事的能力 果然是厉害 其实早在美国政府宣布建造码头的时候 外界一直有质疑的声音 一评论指出,美国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淡化以色列蓄意封锁加沙六路口岸的恶行 但随着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拜登唯有借此天驾码头做公关秀 可惜天公不由美国,令这一场丑陋的公关秀以更丑陋的结局收场 当世人目睹美国贪男的军工复合体,炮制出如此良心工程 相信不少人的心中都和彼此一样的想法 美国霸权可以优异